这次的影片声音有一点问题哦 请大家多多见谅 下一支一定不会这样 我们要出国去了 我终于要去一个我梦被以前很想要去很多地方 哈呃 给你们看 我们买的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就是两个人的价钱 我们买了3600块的发便机票 可是做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 我们会从新加坡是飞到北京 花六个小时了 六个小时了 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然后到北京 等两个小时再转移去哈员 总共的飞行的价格是十米个成续 不过我觉得买这个还挺划算 因为它是已经包了 充电器个人会有46公斤的充电器 可是我们两个人在家里头没有到45公斤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 我们只是带一点大衣区而已 还有质能 所以两个人这样子去的话 来一回是3800 所以我觉得很划算 你们也可以考虑学我这样子嘛 在韩远到北京 我觉得带你们去新加坡都非常棒 因为新加坡不是有那个冷凉冷的一个破坑 所以我带你们去看看 然后也有新加坡 所以就是这样吧 这是一个会从天空流水下来的瀑布 可是很多人会特别过来看 等着陪迪的时候就可以来逛 就很像我这样 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是我大的那个航空 本来是三个小时之间才开放check-in 它有early check-in 可是凌晨十二点的陪迪 我刚前面包 我就已经把我全部的bag check-in进去了 它就已经可以check-in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不用排队了 可以直接包里 你们有来到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的口网 可以这个动作 这样就很方便 就可以把全部拿进去 丢进去就可以开始来逛街了 跟你们讲着 觉得这个飞滴很好 因为它很阔 给你们看 而且它还有电视机 没人都有一个 然后他会一直问你要不要喝果汁 唉你们准备了 还有给你一个被搭 还有给你一个枕头 我觉得这样一架钱可以买到这样的飞滴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里旅行 可以考虑一下地步中国航空 可是飞滴上面挺热 因为可能是飞冷的地方 所以它们暖气都可以很大 所以建议你们就是可以重逛 然后大家可以给你一份餐点 我叫的是中式呢 就会有粥跟鸡蛋 我叫的是C式的 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划算的 如果要来的话 他们可以选择这个 而且还打中国航空 接下来的画面突然收不到声音 对 就是这么突然 跳 所以接下来我来说故事 反正我们就很顺利的到达了哈尔滨 我们再赶飞机 很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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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飞机起飞啦 然后飞机降落啦 然后我们就到了哦 你们看哈尔滨街上真的很漂亮 都是雪 都是雪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我已经回到酒店了 好啦 这样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再去走走 好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把我分享 订阅 按赞 OK 最近看到的都是我在哈尔滨的Vlog咯 Bye